哈喽大家好 我是Monkey 这是骨盆正位的第八集 然后呢 我们可以先来一起复习一下 上一集的 坐下载起立 所以呢 试试看就是我们把脊椎 一样在用坐骨延伸之后呢 坐骨扎根地板脊椎往上延伸 所以记得收紧你的核心 让脊椎可以有支持的向上延伸 膝盖呢 往两边打开来 并且有个往下推的力量 好 然后记得做一个翘屁股的骨盆 让骨盆往前转 然后注意自己有没有缩胸圆背 所以把我们的背呢 再往上挺直 胸口往上延伸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试试看 就是往前找到重心 然后也可以试试 把手放开 然后试着就是去锻炼自己的骨盆灵活度 然后支持自己有力量可以向上提 好 那注意哦 要站起来并不是把身体往前哦 所以是有点像往前 但往上送 所以你是往前往上 然后让膝盖往下推 帮你有一个力量往上踩起来 所以记得足弓也要往上踩起来 扎向地板 好那我们就继续接下来第八集的练习哦 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稍微抱着膝盖休息一下 顺畅你的脊椎哦 所以让你的肋骨在大腿上休息 然后你可以试试看 假设脚跟没有办法踩向地板的话 当然脚跟就可以先提着 然后你可以提着脚跟 稳定的 让顺长的脊椎哦 慢慢向上站起来 然后呢 或者是提着脚跟 然后稳定脊椎 慢慢向上站起来 然后记得你的身体都是往上延展哦 所以注意自己有没有往前请了 好手背要一直保持在耳朵两边 所以你的蹲下再起立啊 是试着你的坐骨向后向下扎 然后脊椎向上延展 好那试试看就是 我们进到幻影室试试看 所以你的重心是向后的 然后膝盖颈骨也有一个向后推的力量 向后感觉 然后我们把身体呢 脊椎哦 往上保持延伸 然后手背在耳朵两边 想象你前面有一面墙啊 所以你没有空间往前倒 然后呢 你需要把你的坐骨 稳定核心之后 微股有点内卷 肚子内收 保持50%的核心 支持你的脊椎哦 向上延展起来 然后呢 屁股往后往下坐 那当然你也可以在这边像影片一样哦 就是你进到squat 就是你的深蹲 可以蹲的高度 然后你可以做几趟骨盆前转 跟后转 tuck in and arch的动作 让你去更感觉 怎么样可以保持刚刚好的核心 然后让你可以直上直下 好那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练习 然后一样如果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你欢迎你跟我联络 然后你的问题也许可能是别人的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在下一集的时候 跟大家解说 然后祝福大家的练习愉快 然后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Namaste 给予福大家的练习 谢谢观看